我可不可以问一个对我来说一直纠结的问题 国伦老师问你说你享受你们的爱情过程吗 你的笑容特灿烂啊 你说非常享受 你是说真的吗 你真的很享受是吗 其实就是工作换得频繁一点 我俩的感情挺好的 包括刚刚在台上 你的女朋友这样数落你 一定不是今天第一次吗 对 这个过程也包括在非常享受里面吗 算享受 俩人在一起吵吵弄到不挺好吗 大是亲骂是爱对吗 对对对 那我再问你 你刚刚说你忍了三年 现在你受不了了对吧 对 你怎么就能忍受三年呢 我觉得我能既然能选择她 我就要做她背后那个女人 只要她想干那东西 我一定会去支持她 那你说一件她心理的优点 我听听看 就是从认识她到现在吧 可能是巧合 但是我每个生日她都会给我过 我都忘了我今天过生日了 然后她清闲休息 然后给我买了一个手机送到我那 当时还没有确定关系 所以开始的时候表现得不错 中间呢 她平常不是也不做家务吗 那她对你好在哪 有一次吧 她都已经上十块钱了 她也不知道我那天会去 那个是她的午饭钱 但是我去了之后 她把这十块钱都给我吃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 如果她有十块钱都给我花了 和她有一百块钱只给我花十块钱 是不一样的 我问你一件事啊 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在台上 讲的很多话 大部分的男人是受不了的 我觉得我这是在鞭策她 但是她不往心里去啊 我跟你直说啊 这种鞭策吧 大部分的男人 受不了 都会跑 会恼羞成怒 我是循序渐进的 也许这世界上啊 很多事有一好没两好 也许真的有那种 又对你死心塌地 又奋发向上的男人 但是如果只能选一样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想要那种 死心塌地不跑的男人 还是要一个 可以替你卖八十台的 pose机的男人 这可能是你要想一想的 至于这位大哥 我对你只有佩服而知 你怎么能够这么地淡定 这么雷打不动地 混日子呢 你真的觉得她会跑吗 我就问你这件事 这次确实感觉到 她又离开我了 有一点危机感了 你现在呢 真的要努力地干一些事 给她瞧瞧 至少恒星是她看重特质 你搞一件事 起码干上一年 干上两年 也让她看看 你不是一个礼拜 就换工作的人吗 对吗 不管是什么工作 起码坚持做下去 虽然她愿意替你 扛大部分的责任 但咱也不能永远不成长 对吧 对 好 谢谢 谢谢乃欣 谢谢